哈喽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明清今天给大家安利的代播剧是由程亮指导 李线 周宇彤领先主演的电视剧《春色气情人》 该剧根据舍木斯小说《情人》改编 明清最近做了很多都市剧现有剧 这部剧的男女主真的惊艳明清了 这两个人都是那种气质型的 然后改编的小说名字也让人充满狭小 就感觉应该是很浪漫唯美或者是自然风的那种剧情 明清带着好奇心去看了原著 原著剧情给了明清更大惊喜 周宇彤是演女主庄杰 庄杰小时候因为车祸导致左小腿截肢 从此成为了残疾人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只能伤口都没有处理好就草草出院了 导致截肢不太美观 这一直是庄杰心里过不去的坎 然而他的厄运还远不止于此 父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才是最大的 随后母亲带着他和弟弟改嫁了 但是庄杰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残疾和特殊的家庭关系而颓废 反而他学习很努力 也很坚强乐观 因为他知道对于他来说只有出人头地 活得很好才不会被人怜悯 所以庄杰毕业后到了大城市上海工作 做医疗器械相关的销售 挣了不少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好 他给自己换上了最好的价值 不允许价值有一点的不合适 这样他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一样 他自信乐观 从不轻视自己 他的理想就是在大城市扎根 依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 因为他要强身体终于出现问题 做了胃部手术决定回老家休养 在火车上看到了自己的老同学 也就是李线饰演的男主陈迈东 陈迈东现在的样子一下子让庄杰动心了 可是陈迈东对他表现的却很冷漠 陈迈东和庄杰是初中同学 小时候陈迈东家庭很幸福 后来父母都出去创业 感情不和导致离婚 父母都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陈迈东只能跟着奶奶生活 初中的陈迈东就开始变得叛逆 到处惹是生非 后来还进了少管所 出来后因为有不良记录 最后学了殡葬业 现在是名遗体整容师 因为奶奶生病 他原本是在北京工作 现在也回到了家乡 方便照顾奶奶 起初的陈迈东确实不喜欢庄杰 因为觉得他有些轻浮 但是随着了解 他被庄杰身上那种自信乐观吸引了 这两人的暧昧是便便扭扭 庄杰给陈迈东微信备注是事儿经 陈迈东给庄杰微信备注是狗脸 庄杰嫌弃陈迈东事儿多 还别扭 陈迈东嫌弃庄杰忽冷忽热 特别爱便脸 这俩人就是三天吵架 两天和好的 感情也越来越深 不是那种偶像剧中你浓我浓 就是两个成年之间的爱情 庄杰其实原来有喜欢的人 但是两人在亲热的时候 对方看到了庄杰的残肢被吓退了 因此庄杰心里有了阴影 在和陈迈东在一起的时候 他心里始终有隔阂 有两次两人衣服都脱了 气氛到了 庄杰临阵逃脱了 陈迈东简直要被庄杰气死了 后来知道庄杰是因为这个 他还在网上查怎么清理甲肢 跟着庄杰学怎么穿脱甲肢 让庄杰的心也渐渐融化了 但是陈迈东知道 庄杰的志向不是在老家 虽然老家的干部领导 一直希望他们这些非出去的凤凰 人才能够回来建设家乡 但是庄杰一直希望能在上海扎根 在大城市证明自己比健全的人 可以过得更好 所以两人心里仍然有隔阂 但是最终还是陈迈东低头了 他跟庄杰说 让我做你的情人吧 我陈迈东自愿做你庄杰的情人 你如果想回上海 你就回去 我绝不纠缠你 看着曾经那么傲娇事经的 陈迈东低头了 而且真的放弃自尊的在爱庄杰 庄杰心软了 他需要在自己想要的未来 和陈迈东之间做个选择了 小说剧情呢 咱们先讲到这儿 回到开头明星说自己的惊喜 终于有过爱情剧 不是爸总和大美女的结合了 不是两个完美的 毫无瑕疵的男女在一起 谈一场让人羡慕 又很悬浮的恋爱了 而且男女主还是李线和周宇童 明星在读原著的时候就觉得 幕后团队也太会选人了吧 这部剧除了他俩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谁更合适了 自信夸一下李线啊 近年来太会选剧本了 本期呢 咱们就案例到这儿 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